经过一夜被台湾风雨渐缓 不少民众一觉醒来 还觉得不像台风天 不过雨还是一阵阵 但跟中南部相比 雨是明显变小 凯米台风凌晨4点20分 从桃园新屋出海 被台湾风雨感受明显转小 主要就是因为山脉挡住较强劲的风 还有上空结构较为松散 才会跟中南部形成反差 简弱成中台的凯米凌晨零点 从南澳登陆4点20分 从桃园新屋出海 气象主解释 因为台风在上方的结构 变得略微松散 因此北台湾比较感受不到风雨 以这个台风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在近中心 就是台风中心附近的话 它整体结构减弱是蛮多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外围的环流 其实都还是保持一定的强度 尽管台风结构上方略微松散 可在下方持续出现一整片对流云系 还是会持续带来可观雨量 它在进入台湾海峡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的有很强的对流云系 在台风的周遭发展起来 甚至可能有不断的 开始环绕中心的状态 所以台风在进入海峡上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开始 做结构重组的动作 气象专家警告 凯米越过雪山山脉后 整个西南气流强风轴被带上来 苗栗难到台东都要留意 因为台风引进的旺盛 西南气流将带来非常显著的降雨 同时伴随八道时节的强震风 风雨相当大 务必要严加戒备 事实上 凯米台风夹带了西南气流水气 从家里阿里山以南到高平一带山区 短短不到一天 就累积将近八百毫米 雨量相当惊人 数次识别还为累加上去 翻山越岭 势力依旧强劲的凯米台风 尽管台风中心出海 可威胁依然存在 冬英雄 张晨吴才贤 在台北采访报道